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家庭能力道德毁坏了 什么人毁坏了呢 我们度了佛经之后就想的 不是别人毁坏的 是自己造作恶行毁坏的 我们自己有坚贪的心 所以你的财富才有人动你的脑筋 侵犯你 夺取你的 是我们自己有坚贪的心 没有放下了 这个杀身 有杀害众生的心 才会得这种国宝 我们长存着要占别人便宜的心 这是道性 所以我们得的东西 也有别人常常会大主意 我们对于女色有盈喻之心 家里面的女眷 也会招许许多多这些是非 你的家怎么能够平安呢 如何能得到活目呢 所以细看佛经呢 就晓得今天的家庭问题 社会问题 这个儿女青少年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回过头来想想 我们自己没有修实善业 社会大众也把这个俗获了 念佛天天念阿弥陀佛 还是免不了灾难 不使阿弥陀佛不灵 阿弥陀佛教我们 从孝亲尊师慈心菩萨修实善业做起 我们做了没有 这是夜阴果报阿 佛菩萨转不了 一定要知道 这叫自作自受 佛菩萨对我们 这是教学教导阿 是给我们做真上远 我们自己听了佛菩萨的教诲 要能信 能解 能行 你就得到果报了 得果报是正的 你就正的了